邱小姐氣氛控訴一家六口白白 鞠隔的損失 醫院願意賠償了 但六個人加起來只賠一萬兩千元 那醫院對我們的態度 卻是如此這樣子 就是想用一萬二 就是打罰我們六個人 等於一個人只賠兩千塊 讓她覺得不合理 跟醫院反映 醫院卻這樣說 就直接說一句 不然走 就是協調 這樣不合情合理吧 邱小姐是因為她的媽媽 五月六號到臺中一家醫院 進行裁檢 明明陰性 卻被醫院誤植成陽性 一家六口乖乖在家鞠隔 媽媽隔離到最後一天 才被通知是陰性 雖然媽媽工作的餐飲店 封信老闆願意支付居隔期間的薪水 但醫院事後的賠償讓他們不能接受 經過醫病雙方溝通後 針對求償的金額沒有達到共識的時候 可以向衛生局這邊提出醫療糾紛的 調處申請 提供醫病雙方的一個溝通的管道 衛生局說雙方對求償金額無法達成共識 可以提出醫療糾紛再協調 只是原本好好的生活 因為醫院篩檢報告搞烏龍 陰性變陽性 導致一家六口通通鞠隔 全家人無法外出工作 生活和收入確實都被打亂了 華新聞 林佳穎 紅年輝 羅戴章 台中報導